先把头菜清洗干净 这个头菜特别咸 再把它清洗几遍 清洗干净后放在水里泡 猪脚砍好后把它清洗干净 猪肉冷水下锅焯一下水 放些姜片 料酒 大火把水烧炭 煮出血沫后 弄出来清洗干净 猪脚清洗干净后腌制一下 放些姜 一点生抽 蚝油 一小小白糖 胡椒粉 一点点盐 一点老抽调色 抓拌均匀腌制一个半小时左右 煤菜泡蛋后把它切好 剥一下大蒜 锅烧干净后放一些油 油用后就蒸米炒一下 放入头发 把猪脚放入盘里面 把头菜也放上去 把盐猪脚的汁也淋上去 高压锅里面放入适量的水 放入蒸价 把猪脚放进去 盖上盖煮30分钟 可以了打开盖子 夹出来 先把这个汤汁倒住了 用盖子把它盖住 也要把它扣过来 太烫了 拿毛巾搅拌一下 你要把汁倒入锅中 放些水淀粉 它们汁浓稠就可以盖出来了 最后淋上盖子就可以了 这样就做好了 这个猪脚已经特别软了 一搓就烂了 你要这个梅菜它是收了这个猪脚的这个汤汁 沾了很多油 在这上面特别好吃 到最后变成三公司大 入少年夜已从中之大 上午时间夜已从中之大